闲置空间再利用的前提之下 在2001年开始规划设计 经过不到一年的施工 再隔年2002年的11月就完工了 因为它是闲置空间再利用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结构补墙之后 然后就是重新改装 结合了一些电影跟光影的元素 然后把它展现出来 然后也受到了民众的欢迎 当然啦我们刚刚听到馆长非常详细 帮大家来介绍这个电影图书馆 其实有一件事情 相信我们的很多朋友 如果你有一直follow这个讯息 你可能也会知道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这个电影的部分 已经被视为是影像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当然我们的管理单位 也现在就是直接到了这个文化局的部分 就是说更多人希望可以从 不管你喜欢什么影片的角度 那就是欣赏我们的影像视觉的艺术 那当然啦 包括这个刚刚提到的高雄电影节 其实一直到目前为止 哇这样子算也算到底几届了 高雄电影节今年已经迈入了第11届 那其实前三届那时候都还是新闻处来主办的 那从第三届第三届开始 电影馆因为那时候成立了 然后就会接手过来承办 所以趋指一算今年的高雄电影节预定要会在10月21号登场 11月21到11月6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会在包括了像戏院啦电影馆音乐馆三地同时登场 那今年已经迈入第11届了 11年走来这个一路上不是只有高雄电影节 就是说在这个电影馆我们发挥的功能 我们刚刚强调的是 如果他所服务的族群是希望说有更多人可以来了解电影 甚至是喜欢电影 那当然啦一路上其实包括有我们这个电影馆 或者是跟一些民间的团体大家一块合作 包括在这个培育人才上啦 或者是鼓励这个影像创作上 到底还有哪一些成果呢 其实如果说说到我们电影馆的宗旨啊 一个是推广电影文化 然后再来就是培育培育电影人才 然后再来是推广影视的人口 关于人口 那这一方面我们除了高雄电影节之外 其实电影馆一年365天都有一些影像的专题啊 那因为你要先让 如果这个城市要发展影视产业 这个城市的民众必须要先爱看电影 对 所以我们就是全年无休的会推出一些 非常精彩的影像专题 所以意思是不是说只有什么办什么展啦 对我们其实平常除了修管日 每天都有不同的影像专题在推出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集结式 一个节庆式的比如说高雄电影节 那高雄电影节早先的时候 因为刚推出的时候 无论它在知名度还有影片的一个精彩度 其实它都还在一个萌芽起跑的阶段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很感谢有很多的 包括北部的一些影视工作人员 像侯孝贤导演等等协助我们 还有郭南宏导演等等 协助我们来推动高雄电影节 然后那个时候影片可能是 把它定位在一个推广 就是也许影片的数量不是那么多 平均大概三四十部 而且那时候我们会巡回到各个社区 同时也到戏院去放 只是以推广为主要的目的 希望让大家都来看电影 那一段时间之后 大概是从2007年开始 觉得官业人口已经有一定的数量 水到渠成了 我们就希望说除了说把一些北部的精彩影片 比如说金马影展之后 它巡回到高雄 那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跨出自己的第一步 可以自己来策展 自己来形塑自己的城市影展 所以那时候我们从2007年开始 我们的片量从三四十部 一下子就激增到七八十部 而且我们是开始自己邀请影片到国内来放映 所以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不再只是一个行回影展 而是说我们自己策展自己到国外去要片 所以如果说是台湾首映的比例都起码在五成以上 甚至于这一两年达到八成 或者是甚至于更高的一个比例 我们希望说为民众开一扇窗 因为我们觉得电影 电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呈现 那同时我们透过电影呢 它是一个平台提供一个平台 你可以透过电影这个媒介 接触不同国家的文化 不同民族的一个生活 那我们也希望高雄电影节 身为一个高雄的一个城市影展 我们有自己的特色 不光只是一个巡回展 所以我们从2007年开始自己策展 自己走出自己的特色 当然我们从那一年开始也开始售票 因为我们会觉得希望培养民众使用者付费 而且文创影视它是有价的 如果大家都期待说是要免费观影的话 这个产业不会起来 它只是一个文化活动 它不会变成一个文化产业 所以我们就从那一年开始做一个转型 就一路走到现在 好 但这个我们必须要说 感卖票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 尤其是当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说 就习惯了 习惯了 是怎么买票 其实在尝试这个突破的那一年 一直到目前为止 其实是不是也有一些成果 或者是一路走来看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一些感受 有 我们如果单就观影人口来说好了 我们以往我有去翻一些文件的统计资料 存档资料 大概我们前几届 观影人口大概就是三千到五千左右 三到五千 好 但是我们到了2007年开始售票那一年 我们人数就一番就是他大幅的成长 大概就差不多有将近一万五千人 这非常有趣 卖票反而然是很多的 所以我是觉得有些民众他会愿意掏钱来买票 他主要看这影片值不值得 如果当他发现 这个影片并不是我可能到录影带去租 就可以出得到 或者说也许他已经二轮三轮了 而是他在台湾首映 而且他是有主题式的一个规划 甚至于说你错过了这一次 你可能以后再也看不到 在台湾可能要等好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会感受到主办单位的一个诚意 他就愿意 然后我们再隔年 人数逐步的攀升 一直到去年 我们大概是两万五千人的一个冠营人次 就是逐年有攀升 虽然说影展的规模它是有限的 因为你就是那么多场次 当然 然后每一场的座位就是那么多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一届要好过一届 所以每一年都是很用心的来策展 是 所以在这个每一年 说一年好过一届 一年好过一年 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也观察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 可能以往大家很难想像 怎么会有人为了买票这个挤破头 甚至是有一些一些意见不合的状况出现 可是相信看在这个主办单位的眼里 会觉得说这个大幅的真的把爱看电影的人口给催出来 所以在这个推广大家接触电影的过程当中 当然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好事 那在推广当然也没有办法去忽略的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怎么样去帮助可能在学校当中的人才 他可以有一个发挥的舞台 其实这个部分是电影馆它有扮演一些功能 没错 因为像我们电影馆这边不管办电影节或各式的影像专题 除了是推广电影文化 要厚制这个关于人口 其实接下来就是要活络这个产业 培育这个产业的人才 很重要 所以对 因为当它很蓬勃茂盛的时候 如果它人才断层 它可能这个产业也没有办法持续的繁荣下去 所以我们在电影馆这边 其实我们从93年开始吧 我们就办理了结合南部的一些试传相关科系 我们办理了青年音像创作连展 那一直到到今年我们正式改名为青春影展 就是希望能够呈现我们南部这些大专院校 试传科系同学们的一个青春的一个创意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各校其实学生在毕业之前 他有些精彩影片 他可能会没有一些合适的地点放映 那我们透过一个学生连展的一个形式提供一个平台 让各校的学生他的精彩作品 也许透过校内的一个推荐 或者是一个竞赛的方式产生一些精彩优秀作品 拿到电影馆这边统一来播放 让同学们一方面他的作品受到肯定 那另外一方面他透过这个平台 我可以看到不只是我班上的 我学校里 还看到别人的 对可以偷偷的 不是偷偷了 光明正大的观摩 去切磋去交流 而且透过竞赛 甚至于我们会办一些 在影展期间办一些活动 让来自各校的同学透过拍片 透过大家同聚一堂 拍片大挑战的一个形式 大家可以彼此认识 因为今天认识的同学 搞不好明天就是你的同业 所以我觉得这是给同学一个 很好的一个展演平台 也是一个很好切磋的一个机会 而且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轮流 跟各校的老师跟学生来合作 它的用意之一就是 我们南部的学生们 他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才华 因为有很多的优秀的 杰出的影视工作人员是来自南方的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实习的机会 所以相较于北部有那么多的实习机会 他们相对弱势的 但是我们提供这个平台 让同学们进来来学习 也自己策展 自己规划 自己来做跨校级的联系 那也提供了他们一个实习机会 来印证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影视产业 然后影视产业该具备哪些能力 他有哪些代价强的 他都可以知道 好 所以我们其实从这样的一个 今年开始叫做青春影展的一个筹办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些 我们说未来在影视产业的人才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愿景 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想法 投入这个大家都会说很苦的产业 当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许多的肯定 它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好 那假设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我们是不是请观众 跟我们大家来谈一个算是爱看电影的小提醒 那如果说你要从这个所谓的电影去看高雄的话 到底要从电影馆的哪里开始 如果说要从电影当中来认识高雄的话 我会建议说你要先来到电影馆的一楼 其实你光是站在大门口 因为我们就在爱河边 那我们就像一个胶卷上面 如果爱河是一卷胶卷的话 我们就是那一卷胶卷当中最关键的那一格 你可以先在门口感受一下这个城市 然后你可以走进电影馆 那电影馆我们从一楼二楼到三楼 有很多的一些包括剧照跟海报 你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高雄的场景 借由这些来认识电影当中的高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入手切入的方式 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的影片收藏在电影馆里面 你可以来看借由这些影像 一方面认识高雄 一方面认识台湾 一方面来认识这个世界 透过电影这个视窗来认识世界 对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 可能对于高雄的这一座电影图书馆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最佳据点 今天非常感谢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我们刚刚亮起来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去idades 甚至 Base 你我反驶诈骗 啊 我是不是被盾控 还给诈骗骑 都管账户 人数据关卡 都本 easy 100万我也把自己也顶 嗯 各位民众 应该是被诈骗的喔 全民当刻男 大家一起来 amiento